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混得更不行 经常是 饥寒男人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时用 这日子过得连温宝都不能解决 真是太落魄了 按理来说 他们两人一个能占湖灵山 一个能占流沙河 也算是惩罢一方了 而且当年在天上当官 一个天皇完帅 一个卷连大将 都是有点能耐的 怎么下了反手下一个小妖都没有呢 这当妖怪也太失败了 再看看那些童子 坐骑 下团的时间比他们短 暂时各个都能当忙 满山妖怪听他们使唤 混得比八戒沙僧可好太多了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善恶的问题 因为猪八戒和沙僧当妖怪做的恶事 只会比别人多 我们只讨论 同样是天上下来的 同样是对妖怪 为何猪八戒 沙僧做妖怪如此失败呢 其实 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下凡后的表现 能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 缺乏基层经验 脱离群众 从八戒 沙僧他们自己的描述中可以发现 他们一升天玉地 就加封他们为元帅 大将 基本上没有基层工作的经历 而其他坐骑 童子就不同了 都是工作在基层一线的 而且他们在成仙之前 大部分都有做妖怪的经历 八戒和沙僧在天上就是领导 下凡之后 动不动就说自己是当年在天上怎么牛叉 自己手中的武器怎么厉害 过于高调了 容易招人返 也就很难融入集体 也很难和群妖打成一片 你看其他下凡的作息 自己手中的法宝厉害 功夫也了得 但从来不说自己是天上来的 第二 缺乏共同价值追求 周星驰在《少林足球》中说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 那很潜于有什么区别 做妖怪也是一样 妖怪的追求是什么 苦苦修炼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得到成仙吗 但是 按部就班的修炼太难了 通天河的老园就是个例子 修了一千三百年 还是一只乌龟 现在这帮下凡的妖怪 给他们指了一条名路 只要抓到唐僧吃了他肉 就能长 生不老 省了多少年的修炼时间 第三 得罪了高层领导 大家都知道猪八戒和沙僧都是犯了天条被犯下凡的 尤其是沙僧 七日疑刺 被飞剑穿凶鞋摆鱼下 两个得罪了天庭的妖怪 谁还敢跟他们做朋友 就像当初孙悟空被押五行山后 谁还敢跟他做朋友 再说了 谁知道 你不是天上派下来的落地呢 现在跟着你干 说不定 你拿天玉帝原谅你 让你官处原职呢 我们就死瞧瞧了 不过 虽然猪八戒和沙僧做妖怪的时候很失败 但是后来他们选取了正确的路 跟对了老板 忠诚郑国 而那些跟着其他妖王的小妖 自以为抱了大腿 结果老板回去当神仙了 他们全都丢了性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